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介绍中俄两国元首 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 汪文斌表示 俄方欢迎中方愿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 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主席访论期间 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主席强调 上个月中方发表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现场宗旨和原则 秉执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屈指决定自身立场 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 客观公正立场 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 为谋求军事 政治和其他优势 而损害别国的合理安全利益 俄方重申致力于尽快重启和谈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俄方欢迎中方 愿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 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积极作用 欢迎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中阐述的建设性主张 双方指出解决乌克兰危机 必须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防止形成阵营对抗 拱火交友 双方强调负责任的对话 是稳步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双方呼吁停止一切促使局势紧张的举动 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 双方反对任何未经联合公安理会 授权的单边制裁 发布会上针对美国官员的相关言论 发言人表示奉劝美方 检视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 所发挥的作用 纠正拱火交友的错误行径 停止向中方甩锅推责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文费 三